最近累積了好多發票 好像應該要對個獎囉 告訴你一個秘密 其實堆積如山的發票可以很輕鬆的收進你的手機裡 沒中 沒中 中獎了 中獎了 你幹嘛 我的發票勒 我的發票 不是 到底是哪一張 在哪裡我的中獎發票 你也有個白目的朋友喜歡推你一把嗎 收進手機裡就不用擔心囉 終於對完獎了 這張废紙真的是佔空間都算了竟然還不能回收 佔空間又不能回收好浪費 還是收進手機裡吧 嗯 先踢在牆上應該就不會忘記要對獎了吧 三個月後 噢 我的發票 過期了 噢 我要進去對了 噢 天啊 為什麼 我的兩百元 我的兩百元 噢 中獎還自動會款了呢 嗯 哈囉大家好我是金魚腦 那你們剛剛也看到了 今天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電子發票 其實電子發票已經推行有一段時間了 當初的目的 是為了讓大家的生活更便利 而且還可以減少紙張的使用 但是很奇怪的事情是 不知道是因為沒有好好實行 還是沒有好好宣傳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它依然不斷的被印成紙張 甚至因為塗料的關係 這些紙張是沒有辦法被回收的 難道這其實是政府的陰謀 因為它知道我們都很重視環保 知道我們會良心過意不去 所以逼不得以使用雲端發票 政府真是太用心良苦了 哼我才不相信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從我們的生活中 開始改變呢 就是到財政部電子發票服務整合平台 去申請手機條碼 再下載雲端發票的APP就可以囉 不過今天我就不在這裡跟大家解釋 操作的詳情 《學歷不要鬧》跟啾啾鞋 都曾在他們的YouTube影片中 提到電子發票該怎麼使用 他們也在影片中 把申請的步驟講得非常詳細 連結部分我會放在YouTube的資訊卡 歡迎大家去觀看喔 在這邊我想補充的是 申請電子發票其實有很多好處 但是同時它也有一些麻煩的地方 像是最剛開始在申請驗證碼的時候 可能就要耐心等候 有可能會等到一個小時或是更久才會收到簡訊 還有一次發現刷了條碼之後的消費項目 都沒有出現在APP裡面 原來是系統異常 只要回官網再驗證一次就可以繼續用了 或許電子發票目前還有很多可以吐槽的地方 我猜應該是因為還沒有普及的關係吧 如果未來有越來越多人使用 那就沒有理由不讓資本的統一發票消失在這個地球上 非常巧的在拍攝這支影片的同時 新聞也發布了政府關於電子發票的新政策 大家也不妨去了解看看吧 本集的內容就到這裡囉 只要分享這支影片 我們將會隨機收出為朋友贈送一包衛生紙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才可以收到最快的通知 也歡迎大家追蹤我的Instagram 還有幫我的臉書粉絲專頁按讚 我會持續帶來更多的影片 本集財政庫沒有贊助播出 我是記憶力短暫 那是愛拍片 愛畫畫 還喜歡唱歌 基於腦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